而另一方面呢 手下纳豆斯里安华还强调 全国地区包括了东海岸州属的防洪计划 都有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是的 他强调 尽管昌明政府坚持合约 不能够直接的颁发 因此2022年之前敲定了合约 都被迫取消 重新的公开招标 但即便如此 几乎所有的防洪计划呢 都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表进行当中 这些人是一样的 其他人是一样的 其他人是一样的 也就是一样的 如果是有证明 有证明 有证明 要有证明 有证明 在终于 跟证明 我们终于 有证明 安华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当中 被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问道 政府2022年重新招标 总值70亿令吉的防洪计划 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之前的招标过程存在舞弊 以及重新招标的做法 有没有导致防洪计划延迟竣工的问题 安华强调当年重新招标的时候 至少有10家公司符合资格 而因为有竞争的关系 因此成本更加的合理 防洪工程也可以更快的进行